日本经济解析二 昭和幻梦的崩擦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Nio元 女士春秋有云 全则必缺 急则必反 上回说到 日本的昭和幻梦归煌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迈到日本 买下美国的梦想 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上一期的内容 日本经济如何是从战白国 迅速飞黄腾达的 二战战后 美国占领管制 经济开始成组 但是内需不足 却因为了朝鲜战争 外需开始急速扩大 低廉的物价和劳动力 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工厂 第一第二次的石油危机 日本车迅速走向了全世界 而此时的美国 因为黄金脱钩 石油危机 高通胀 滞胀等问题 开始大刀扩服的加息 然后签订了广场协议 逼迫日本抛售美元 以此达到转移自身矛盾的目的 广场协议之后 日元快速升值 日本的出口受创 开始了衰退期 于是在经济低迷 日元高位 稳定通胀情况下 日本央行开始了降息 降息刺激了经济 消费日元贬值 也刺激了出口 但是在低利率持续太久之后 导致建前变得非常容易 钱跑去了房市股市 加上大量的房屋抵押贷款 钱兜兜转转 再次回到了房市和股市 因此房价股价 以路攀升 造就了全球最大的资产泡沫 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开始之间 我们先要说一个 日本独有的一个经济体 就是财阀 或者说是财团 我们一听 首先想到的就是韩国的财阀 那么韩国的财阀 是家族化的企业管理模式 就是围绕着龙头企业进行调配 就像三星集团 企业经营权 一直都掌握在理事家族当中 而当时的日本财团体系 和韩国不一样 是一个权力不集中的模式 诸多的企业围绕着银行 和保险公司 进行运作的一个模式 大家背靠着银行 保险公司进行抱团取暖 进行相互帮助 形成了独有的产业链 从上游到中游 再至下游 都在一个财团内进行循环 也就是类似俄罗斯的裙带资本主义 其中有好处 也有一定的坏处 那么这里先说好处 就是在蓬勃发展之时 大家共同推进 共同发展 可以更加有效率 更加发展的快速 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 金融市场的开放 大多数的公司 选择了发展融资 造成的后果 就是银行的贷款压力巨大 那么银行方面 每年的贷款是有指标的 当指标完成不了之后 那么就会寻求一些 信用等级较差的个人 和公司进行放贷 当时的贷款 基本上都是抵押贷款 在那个年代 谁没套房子呀 管你是还得善还不善 只要有抵押就放贷 这就造成了信用膨胀 是不是有点像 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感觉 而信用膨胀 也成为了 昭和患猛崩塌 最关键的一环 在1990年 日本央行开始意识到了 持续低利率出现的问题 开始了瞬间加息 直接从2.5%的利率 干到了6% 率运而下的 就是股市和楼市的大跌 全球最大的资产泡沫 开始被刺破 这次加息造成了 很多人的失业 然而这个问题 还不是非常的严重 毕竟钱开始变得是钱了 那么继续正常运转 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又给了日本经济 一记重拳 在加息之后 信用膨胀的问题 就开始凸显 房子开始越来越不值钱 抵押贷款的危机来临 银行和各个公司之间的坏账 形成了一颗逐渐进入倒计时的 定时炸弹 在1992年左右 通过维持正常的运转 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些恢复的希望 无论是GDP 还是其他的各种数据 然而 财团效应就带来了 巨大的狐爷效应 这就说到财团两面性的坏处 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大家很容易被一起拉下水 在90年代 日本政府给银行注入了大量资金 希望银行 这个定海神针不会倒下 但是呢 银行方面 因为财团之间的互帮互助 用了很多资金 救活了大量本应该倒闭 或者说本应该淘汰的公司 直接就造成了垃圾公司的数量 急速上升 好公司的数量急速下降 逐渐开始 大家就开始发现 市场已经分不清谁好谁坏 就开始一起摆烂 这时候实体经济开始出现巨大的问题 在1997年的4月 以日本受险资产规模排名第16的位的 日产生命保险公司 宣布了破产 唯一是 拉开了从1997年到2001年 四年间连续七家数写公司 接连倒闭的序幕 在1997年的11月26日 是日本经济最危险的一天 当天大量的民众 去银行排队进行取款 风控团队警告说 银行很有可能会出现 大规模挤兑事件 还好在当天 那些排队取款的民众 及时得到了安抚 日本媒体也没有声张 才使得这次危机没有发生 虽然并没有崩坏 但是日子并不好过 大量的失业力 自杀率 使得日本国民一度失去信心 这也造就了 之后经济停滞30年的开端 那么在下期将和大家聊一聊 近30年 日本经济为什么 还是停滞不前 是天灾还是人火 或者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 点赞 转发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